这栋在北京751艺术区的独特空间 被多家媒体选为北京颜值最高的餐厅之一 路过的人很难不被它吸引 这个植物园餐厅重有200多种 3000多颗热带植物 而它有个美丽的女主人 这是一个绿色阿凡达计划 在阿凡达电影里头地球是没有一棵树 所以地球是没有氧气 所以我希望在这儿营造出 就是一个有机氧气的一个空间 它也是我一个植物的实验室 高益敬原来在台北开花店 是花艺设计师和婚礼策划师 他办过大大小小2000多场婚礼 包括多个台湾企业的家族婚礼 郭台铭的婚礼 蒋家第四代蒋万安张慧兰的婚礼 都是他一手操办 设计张慧兰的婚礼 还让他拿下美国世界活动公关大赏的大奖 也给了他到大陆发展的机会 我们在05年的时候 也是全球华人第一次在这个专业领域上面获奖 但台湾没有重视 反倒是大陆在06年的时候邀请我来演讲 在07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这儿做设计了 他在大陆做的花艺景观空间设计 再拿下八座大奖 是目前全球华人获奖最多的一位 他对植物的热爱 近年转化成一股回归土地的渴望 决心推动有机农业 很多人对待植物都觉得说 反正它不是拿来吃 所以转基因农药化肥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对我而言来讲 你可能闻不到农药 但你的肝脏知道 我们在讲的就是我在乎你的呼吸 这不仅是一家餐厅 还有生态教室和异品店 他把青苔设计成礼品 诉说生态故事 每一个钢罩就像臭氧层 青苔就像地球 青苔在里头行光合作用 生生不息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环境保护 就是因为我们把臭氧层给破坏了 6000年前中国有女娲要补田 6000年后70亿的地球人口都要当女娲来补田 植物园餐厅的餐点走欧式风格 延续有机农业的理念 食用的全是有机食材 在这里用餐宛容身处绿蕴环绕的植物园 我们会比较喜欢这种亚热带的植物 然后进来会感觉会比较湿润 特别舒服 就感觉像绿蕴环绕的感觉一样 特别的美 这个植物园餐厅只是高溢进的基地 它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这个星期六 它在距离北京50公里外的郊区 举办一场有机堆肥体验课 它买来了20吨有机牛粪和几十位同好 用石灰粉 枯草 树枝 以生物动力农业的方式 在这一块36亩的土地上制作堆肥 身材纤细的它拿起圆锹铲铲牛粪 堆肥的现场臭味熏天 但它不以为意 可以看出它对土地的热爱 一点都不会觉得牛粪很臭 我们都说牛是上天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牛粪更是一份礼物 因为有了牛粪 所以我们才会有了美好的食物的开始 未来它不仅要在这里栽种餐厅需要的食材和植物 这块土地也将作为它的自然生态教室 它还计划培养100个园丁 让园艺系的毕业生学习有机种植 未来让这100个园丁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 打造100个粮田 高一静说地球在敲我们的脑袋 它许愿走过的每一块地 100年之后都要成为粮田 为地球留下更多好的土壤